请收看 慧律法师 冯雪讲座 佛陀降生的时候 诞生的时候 讲了一句话 天上 天下 底下怎么接啊 唯我独尊 这个我是指什么 就是指见性 知道吗 就是我们这个见性是最尊贵的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的 所以协会以后 我们的观念开始改变了 我们今天没有钱 或者是生病 或者是有一些逆境 诸位 不必太在意它 广青脑上讲的那一句话 讲得真是好 他说 你根本就不要管这个身体 变成圆的还是扁的 跟见性没有关系的 讲得真是好 讲得真是好 所以你只要照顾这颗心 如如不动的心 如 母鸡啊 孵蛋 千万不要动到值得的念头 让它光明的智慧心一直展现作用 千万不要起分别 让这个清净性一直起作用 就像 母鸡 孵蛋一样 谁记住 我们今天 全部都修净土法门 练这句佛号 要练到 彻底其他 对向上的智慧 彻底解脱 心中只有这句佛号 练南无阿弥陀佛 要练到 彻底的自在 你是真的念佛的人 念南无阿弥陀佛 念到 一切事情 情绪完全做得了足 你是真的念佛人 什么事到你面前来通通路路不动 就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你是真正的在念佛 你现在都没把握 你离命中 哪来的希望往生极乐世界呢 往生是现在的事情 不是离命中 这个就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你 我们现在必须 时时刻刻提升自己的正念 为什么说修行是点地的功夫 是别人给你不来的 就像师父今天给你指点 启发 也是一种真上缘 修不修 放不放下 还是要看你自己呀 我就是不听 我就是不放下 我也没有办法 做法师的人 只能尽力的救度众生 他不自救 谁也没有办法 是啊 哎呗 这样